大家好 欢迎收看佳佳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冯绍峰 赵丽颖离婚大反转 两人婚姻疑似被安排 背后金主纷纷曝光 封影恋仅是援兵之计 2018年10月16号 两本结婚证伴着官宣二字 赵丽颖 冯绍峰结婚了 2021年10月16日 2021年4月23号 一则声明伴着冯绍峰13次 他们的婚姻结束了 日子很长 过去很好 愿未来更好 多么和平有爱的口吻 卡哥就想问一句 二叔 这和你喜欢过大海 我喜欢过你有啥区别 从一开始不被看好 到如今离婚 粉丝拍手称快 其实两人的结合 更像是两个资本大佬合并 甚至相当于两家上司公司合并 赵丽颖从2006年出入娱乐圈到2021年 几身一线演员 单集片酬70万 拥有八家公司 身价早已过亿 这都离不开身后大佬们的体写 2006年 一张雅虎搜新海报 将赵丽颖带到冯小刚面前 在各式各样的参赛选手中 他显得木木的 愣愣的 就凭这傻乎乎的愣劲儿 一举拿下了冯小刚组的冠军 拍了一则名叫贵族的小广告 饰演族上接贵的周氏小姐 之后被冠以冯女郎的称号 顺利签约华仪 成功进入娱乐圈 成功棒上冯小刚的赵丽颖 并没有迎来事业的春天 而是迎来了事业的寒冰期 华仪那一部处处是大佬 哪里轮得上她这个小心人出头 不仅冯小刚对赵丽颖不上心 导演们也都不怎么稀罕 这个有点婴儿肥的小丫头 一直被冷藏 直到遇到一个女人 贺儒 她的命运改变了 当时事业不顺利的贺儒 在众多大牌经纪人中 她根本抬不起头来 天涯何处寻知音 两个失忆的人一拍即合 感觉未来有了希望 2009年 贺儒跳槽到北大星光 北大星光可不是一般的公司 赵丽颖也跟着跳槽到了新公司 没过多久就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她被选中出演新还珠格格 说到这个小插曲 其实本来她是有机会出演女主紫薇的 但公司要培养签约新人 就把她换成了女三秦格格 谁料塞翁失马 胭脂非福 一播出后 女一女二被网友们骂得昏天暗地的 倒是女三秦格格 获得一致好评 但也没激起什么水花 直到2011年 折服了几年的赵丽颖 又跟着赤儒跳槽了 从北大星光跳到了海润影视 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于正参演了新剧《陆真传奇》 2013年《陆真传奇》热播 首播期间 在全国网收视率中占有平均8.72%的收视份额 GSN46收视统计中 时段排名第一是当年的不二爆款 已经入行七年的赵丽颖 也终于凭借陆真赢得了关注和名气 各类资源分支踏来 接连出演18部电视剧《八部电影》 以及在两档综艺中担任固定嘉宾 可爆火的同时 负面消息接转而来 一路走来 赵丽颖都保持着清纯可人的形象 可随着2013年2月 一名叫做李振胜的摄影师 暴露新喉龙梦存在全色交易 声称赵丽颖也牵涉其中 这种美好变化灭了 之后又有一名叫蜡笔小球的网友 直接圈出了赵丽颖 要求赵丽颖出面证明 自己过去没有陪过公子王孙 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更多的黑料趁时而起 赵丽颖整过容 赵丽颖被遣规则 议论不断 但都被贺如压下来 赵丽颖又重回巅峰 可谁知道 赵丽颖参演《山山来了》时 传出跟经纪人贺如闹掰的消息 贺如出来澄清 可没过多久 就在网络上发表言论 长得不好吧 可以整 这人品要是不好 可砸整 寒沙摄影 指桑骂怀 引起一波舆论 离开了赫如的赵丽颖 经纪人换成了张岳嘉 一度折服的赵丽颖 在词文传媒 2015年 爆款剧花千古之后 迎来转折 收获大批粉丝 升级为一线花旦 扬眉吐气 这时候海润影业 第润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看中了赵丽颖所带来的影响 找到赵丽颖 想要跟她合作 以亿元注册资本的价格 将90万元出资 转让给赵丽颖 以141.87万股 成为海润影视 第十四大股东 海润作为老牌影视公司 股东有孙丽 刘诗诗等大牌明星 赵丽颖的成功入股 代表着潜力无限 果不其然 2016年4月 海润影业挂牌新三版 同样是在2015年 赵丽颖通过鼠山战绩 结识了吴奇龙 开始学习投资高手 吴奇龙的投资之路 吴奇龙旗下公司超过6家 分别为江苏稻草雄影业有限公司 江苏稻草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稻草雄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东阳稻草雄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稻草雄商贸有限公司等 稻草雄系 除此之外 他在香港 还有一家稻草雄香港有限公司 稻草雄影业投资了 江苏蓝色费典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 占据51%的股份 赵丽颖以49%的股 担任该公司的法人 公司成立后 开始给褚小赚联合投资2亿元 湖南卫视2.58亿 买到首轮独播权 不包含网络端 爱奇艺耗资2.69亿 买到联播协议 这仅仅是首轮播放权之后的播出权 还将进一步增加收入 再加上 之后同名手柔的加持 褚小赚已经大赚 就在赵丽颖入股 稻草雄影业后不到三个月 暴风科技发布公告 公司拟通过资产并购重组的方式 收购稻草雄影业60%的股权 交易金额为10.8亿元 这时 稻草雄影业估值达到了18亿 可没想到 并购案在6月份 遭到了监证会的否定 然而 2016年12月底 江苏稻草雄影业有限公司 经历了一次资本变更 股东中新增了海南阿里巴巴 影业文化产业基金 新增注册资本176万 阿里影业占股15% 通俗点说 就是稻草雄影业和阿里巴巴文化板块 深度绑定 那赵丽颖也和马云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系列的资本运作 赵丽颖已经是多家饮食公司的股东 引燃一副霸气女王范 2017年 中国名人商业价值排行榜 Top100榜单出炉 赵丽颖以2016年估收入 1480万元并列榜单第13位 女名人中 排名仅次于范冰冰 安朱拉卑比 杨幂和刘涛 其中 移动端热度排名为第6名 追求更美好的前途 赵丽颖跟张家月宣布分手 很快找到了更强大的靠山 黄斌 这位黄斌可不了得 之前是刘亦菲 黄晓明 吴亦凡等众多一线大明星的经纪人 还是黄晓明前任老板 靠着黄斌的帮助 赵丽颖发生巨大蜕变 先是合伙创立上海合影影视文化工作室 黄斌和赵丽颖各持股50% 之后赵丽颖的广告代言和骗约 多到不可思议 成了名副其实的霸贫女王 时尚资源 代言资源等质量大幅度的提升 粉丝号召力以及购买力 以及极为强大的商业价值猛增 与资生堂 自然堂 去哪旅行等多个品牌进行合作 短短三四个月 赵丽颖与迪奥 蒂夫妮 浪琴等多个大牌合作 成为了资本与品牌双青睐的当红女艺人 工作室成立约一年后 2018年10月9号 赵丽颖与黄斌在微博官宣解约 解约7天后 赵丽颖与冯绍峰微博官宣结婚 这不得不引起人遐想 难道黄斌的解约和赵丽颖结婚有关 当事人没承认 再也不能妄加猜测 尽管2018年10月 黄斌已经不再是赵丽颖的经纪人 但上海合影影视文化工作室 仍存为续约状态 被注销的是另外一家 名为上海赵丽颖影视文化工作室的公司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 由赵丽颖担任法人代表 并全资持股还申请过赵小刀相关商业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 被注销后 这家公司2020年11月再次注册成立 法人代表及全资股东还是赵丽颖 和黄斌的解约 大家纷纷猜测 赵丽颖是要与冯绍峰开夫妻店 没想到不到半年 赵丽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子 成为合宋传媒的新合伙人 李雪在微博上表示 欢迎新合伙人赵丽颖加入团队 希望之后能够迅速与赵丽颖工作室 开启全领域的合作战略 一起打造赵丽颖的个人IP 合宋传媒所属公司 是北京合宋文化经济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8年11月 法定代表人为李东雪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由浙江合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全资控股 后者由博纳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20% 李秀秀担任该公司的CEO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